在集结受害者站出来提告 Nono性骚扰的小红老师 18号突然在脸书发出不自杀声明 透露自己遭人私讯威胁 贴出私讯对话截图 内容中对方说到杀手已经就位 甚至还点出时间点 小红老师回复已经报警 对方还继续说 天道蒙太阳会的人会去处理你 已经接了 价钱也谈好了 最后跟落下一句 你敢告No哥就有人敢处理你 勇敢发声却遭到私讯威胁 小红老师也不免感到害怕 发出不自杀声明 强调如果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都不是出自于本人意愿 希望检警单位详查 联系跟分工了 一个被性骚的女性勇于揭发这件事情 结果呢黑道都要出手了吗 那警政署你们是不是应该留意一下 而时机看看发出私讯恐吓的账号 也疑似是假账号 NoNo经纪人又一次低调表示不回应 不过网友看了也力挺报警 说光是这份恐吓讯息就已经触法 涌入五百多位网友替小红老师加油 还有不少人再度喊话NoNo出来面对 笃定的按下申告铃 直播主小红老师到台北递检 正式提告NoNo 迟迟等不到对方道歉 让他决定走到这一步 那当初我们只想要一个简单的道歉而已 就没想到NoNo陈轩玉 他没有想要承认这件事 他真的太可恶了 我们能不能送他去关 我们能不能不要让他再出现呢 最新统计的受害人数多达二十五人 新增的五位与先前性骚手法雷同 扬言要把NoNo送进牢房 吹哨者小红老师当第一位 后续用接棒的方式 一个接一个亲自提告 其实在 我个人发生事件的时候 其实是有 其实是有人看到的 他因为看到我开记者会 他吓到他哭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我没想到你忍这么久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你准备好了吗 提告后就开侦察庭 被害人针对性骚 性侵 性侵未遂 强制猥亵 以及性侵未成年少女 五大罪名提出告诉 那这些法定刑全部加起来的话 在我国的刑法规定 最高可以处有机徒刑 是可以高达三十年的 对于被害人大动作提告 NoNo经纪人仅回应 那就交由司法处理 台北地检署表示 最快下周一分案侦办 将NoNo列为被告 由妇幼保护检察官调查 三绿新闻 郭宇轩省玩SMG小组台北